最近独孤皇后官宣已经曝光多次陈乔恩将出演女主 昨日曝出陈晓出演男主 现在我更关心这部剧说的是什么 这独孤家罗十四岁便下嫁杨坚 同年因父亲争斗失败 家道中落 后与杨坚定下历随大计 随朝开国乃为皇后 携手帮助杨坚治理国家 杨坚对独孤非常宠幸 六宫常年虚设 夫妻两欲有五儿五女 独孤去世后 杨坚不到两年也随之去世 我看完 感觉独孤皇后应该是女强男强的内容 历经万难 两人携手创立随朝 恩恩爱爱过日子 来来来 再看看扶瑶皇后说的是什么 扶瑶皇后杨幂饰演女主孟扶瑶 至于男主呢 貌似定下张若云了 这部剧说的是什么呢 这部剧是一部穿越剧 主要讲了扶瑶穿越到了五州大陆 因母亲病重想返回现代 在五州大陆克服种种困难到达穷仓大殿返回现代的故事 我看完发现一件惊人的事 这内容好像后宫文 各种男配 各种绕着女主传 我第一个乖乖 老厉害了 厉害了我的蜜 这剧组想把杨幂的忘夫命也忘下整个男配界 至于最后剧本怎么走 还是要看编剧大大的 不过大致咱们也知道了 真是好期待啊 陈乔恩 杨幂这两忘夫的女明星 这次是否能让男主好好火上一把 成为国民老公呢 大家敬请期待了 请期待